年假结束百公赴业永和区民权社区发展协会17日举行新年团败活动 包含立法委员林德福新北市副议长陈红源永和区长庄茂坤都来到现场跟乡亲们拜个晚年 也都表示民权社区是数一数二的模范社区 我们民权社区特别提办一个严育的活动 我们的文艺非常深远 在我们中国的民族节庆只要在元宵节前都是在过年期间 所以说特别祝我们在座每一位民权社区的长辈先进 大家在新的一年大家都平安健康一切顺遂 永远大家都徐大运 而且都正见刚刚平安 刚刚尤尾环连缘的另外一半 蔡定达达特也利益会场到前面来做 那真的讲民权社区是一个典范的社区 在民权社区我看每一位长辈先进来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高兴 新年快乐 快乐 我看了是不是大家都喜气洋洋 那这是过年了 大家一定都吃得非常非常好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准备这么丰盛的午餐 帮大家炒回来健康 那感谢我们理事长在这边办了这个活动 而且他有办了很多 让大家都可以圆梦的计划 我相信大家今年一定要还有很多梦要去煮吧 那我们表会理事长 可不可以带领大家 来 美梦来成这样好不好 好 民权社区发展协会执行长邱秀兰说 新的一年将会把民权社区的服务经验 持续的到全国各地做推广交流 实现社区各年龄层互相照顾的目标 我们因为民权社区在全国 我们推动了共生社区 然后我们希望是在共生社区 今年一样是如土如火的 到各县市里面去宣导 那其实在我们的共生社区来讲的话 在整个全国已经都是很稳定的一个社区在推动 我们社区大家互相照顾的这一环 那我们希望是从我们很稳定的一个服务方案 推动到全国各地 让全国各地看到说 原来我们可以互相照顾 互相帮忙 然后也落实我们政府在推动的 我们在地活化的一些服务 包括劳服务少少 服劳劳 这还是青年走进社区 让一群无法走进来的一些独居长者 然后我们透过我们的高龄长辈 高龄能力占用 然后让我们的长辈在走路到 走不出来的家户 当日现场也准备了丰盛的餐点 让来宾及长辈们享用 永和区长装帽坤现场也发放市府的十元红包 希望新的一年大家都能够事事顺利 记者已根基新美财产报导